民進黨的中評會 在本月5號的時候 他們列出了七大罪狀 開除了美麗島電子報的董事長 吳子佳的黨籍 那麼針對到底為什麼被開除黨籍 吳子佳其實他也終於坦言了 他說因為媒體人 根本不應該衝到第一線 他說現在第一線是國民黨 那麼國民黨跟民進黨 兩個政黨在決鬥 他們卻是在後面同情 在野弱勢的這一邊 然後讓他們有力量 這樣子可以站起來 另外他就持續說了 他說其實當年 他們參加民進黨的時候 因為民進黨是弱勢的在野黨 然後有新的媒體 就跟他結合在一起了 那麼現在他們的角色 就像是聘機司成 泰哥道馳 也就是說攻擊負責在叫天亮 但是媒體現在在第一線的話 是一定會被砍的 但是沒有想到 這個七大罪狀的其中一條 寫著的是 在國民黨羅志強議員的臉書發表 與國民黨張亞中 趙少康及吳子嘉合體 分析兩岸核戰 所以這個也被列進去了 對此羅志強他16號的時候 在他自己的臉書上面 他就說現在真的不知道 是該對吳子嘉感到抱歉 還是要感謝民進黨 這麼樣的抬舉羅志強 那麼羅志強他就表示說了 民進黨其實他們想要開除吳子嘉 真的是想到瘋了 現在連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也通通都可以辦出來 他就分析 分析民調竟然也能夠成為 開除黨籍的理由嗎 所以這是羅志強他這邊給出的回應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聽吳子嘉 他的最新說法 我是媒體人嘛 根本不應該衝到第一線嘛 第一線是誰 第一線是國民黨嘛 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政黨決鬥嘛 那我們在後面 在同情在野弱勢這一邊 然後讓他們有力量可以站起來 當年我們參加民進黨的時候 就是因為民進黨是弱勢的在野黨 然後有新的媒體跟我結合在一起 我們就把國民黨選舉選掉了嘛 那現在我們變成角色 變成平積失誠代額道辭啊 就是這個東西攻擊在負責 在那邊叫天亮 要不要媒體跑到第一線 所以我們一定被砍嘛 大家有什麼機會你知道吧 就是2022年的選戰裡面 我可以保證自媒體 會變成主流媒體喔 自媒體如果跳起來 幹倒了主流媒體的時候 那就是變天的時候了 另外為什麼你知道吧 因為國民黨太弱了 但是自媒體是什麼意思 自媒體是我們老百姓人民的力量 我們每天在那邊喊 每天在那邊叫 每天在那邊幹掉 然後甚至於再來開始辦 這個辦粉絲會 辦見面會 然後這個時候才有可能 把民進黨選下來 因為他們有一個權力的傲慢 我聽見了 這是我們乃好了 這麼多的問題 換你 我聽說 你好 我聽說 我覺得 我聽說 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